新竹市市長以及警察局消防局局長 在市府一樓回應晴空會火警錄音檔曝光 強調曝光的錄音檔很片段 現場高度溫度和防火門 都影響無線電的通話品質 並且也找來兩名當天在場的消防隊員 還原他們看到以及聽到的情況 不斷雜音 為了請所有待命的學長同仁站起來 我們要走重裝 要去找人 他雖然只有三層樓 但是他是跳高的 五層樓的環境加上地板交友的狀況 我們要搬兩位學長出來 非常的困難 但是 中途跌倒了 這名消防隊員說到哽咽落淚 他說如果無線電那麼清楚 他們在場擺明警一消 一定馬上著裝去救人 消防局局長強調 當天火警相當混亂 而且很多住戶下來都說 樓上還有人受困 因此兩名殉職的消防隊員 才會沒通知管制站上樓尋找住戶 相關火災調查 中央地方都會分工調查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CMTV